不管你是哪种星座 哪种生肖 在任何时代有钱都是老大 俗话说女人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这大道理每个人都懂 所以嫁给有钱的老公能少奋斗十年 但是有些时候不是你有能力 或者努力就能发大财的 这要看我们自身的运势情况 如果你的老公属这几大生肖 别嫌他穷 他们命里带财 迟早会财运大发 依属猴的老公 属猴的男人 天生聪明 而且工作能力也很强 有上进心 脑子很灵活 只要一点就通 他们性格特别好 很开朗 为了给老婆更好的生活 他们拼命的努力 可能年轻时没能混出一帆天地 但到老了之后都会变得大富大贵 财员滚滚 因为遇到贵人相助 所以短时间都能升官发财 每天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 就算再穷也会变得很有钱 因为财神看上了他 一直保佑他 属猴的男人都机灵会赚钱 但是钱半生一直没遇到什么机会 在工作上也很难平步青云 不过属猴男善于交际 有很多朋友 这些朋友正是帮助属猴男 成功的助力 所以金钱方面 属猴男发财是迟早的事 只是机遇未到 二属牛的老公 属牛的男人做什么事情 都兢兢业业 而且特别的忠诚 属牛的人 在年轻的时候 可能会经历一些磨难 但只要他们坚持不懈 坚持自己的梦想 才能会有富有的人生 只要吃得苦越多 晚人就会越幸福 财运就会很好 属牛的人早晚会复兴高照 好运当头遇到的事情都是好的 属牛的人就算遇到困难 也会有个人帮助他们 属牛的人到了中年之后 就开始顺风顺水 一家人就会过上幸福的生活 身边有很多真心的朋友 到了晚年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很多人都觉得属牛的男人太过木讷 又不会哄老婆 又不会赚钱 但其实他们对家庭非常有责任感 对老婆十足忠心 虽然不够浪漫 但毕竟生活还是柴米油盐的 关键是属牛男人 又会拼搏又有上进心 他们可是妥妥的潜力股 厚福无穷 跟了他们的女人 绝对不要看眼前吃苦 未来你极大可能就成为阔太太了 而有钱之后的属牛人 依旧对你忠心耿耿 三属羊的老公 属羊的男人 心地善良 很喜欢帮助别人 对老婆也很好 也特别的顾家 每天下班后都会帮老婆分担家务 可能年轻时他们没有遇到合适的机缘 赚不到什么钱 家里特别穷 但他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一直很努力的工作 就是为了有一天能给家里带来好的生活 所以他们到了中年之后 就会遇到过贵人相助 也会遇到发财致富的机会 改变他的命运 给家里带来好的生活 让一家人过上有钱人的日子 生肖属羊的男人 平日里就会表现得细心体贴 比起一般的男人 大男子主义不是特别突出 个性上非常好相处 虽说眼下不一定有钱 或许还只是个穷小子 但他们的后劲十足 大气晚沉并非空谈 就因为属羊的男人五行属土 个性稳重 心态佳 情趣过人 上了年纪以后 不但更加的踏实肯干 对老婆更会百般疼爱 事业心再重也不忘了疼老婆 越来越有尘气的势头 所以谁家老公属羊 请多给他一些时间和空间 来日发展不会差 能让妻子做富婆 似属属的老公 属老鼠的男人性格特别开朗活泼 好人喜爱 他们善于发现商机 总能发现挣钱的机会 而且他们也很会利用这些商机 在年轻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因为事业上的一些挫折 导致他们挣的钱不是很多 但是到了中年他们的经验越丰富 什么事情都是打实 所以挣到钱也是一如反掌的事情 希望他们在努力的这段时间 他们的老婆能够理解他们 包容他们 好好地照顾他们 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未来会成为富翁 到时候一家人都跟着他们享福 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数数男 对老婆的宠爱 从来不摆在嘴上 而是放在心里 和他结婚后 风里来雨里去 他都不会叫苦叫累 会默默替老婆承担很多事情 如果家庭穷 他就会花更多的心思在事业上 只要有钱 绝不会忘了给老婆花 五属狗的老公 生肖属狗的男人 首先比较忠厚 他们对自己的选择很认真 在事业中他们能力突出 而且态度比较专注 即便起点比别人低 随着不断努力 生肖属狗的男人 也能取得比较理想的成绩 从人生运势方面来说 这各生肖的男人 一生可能靠不了父母的帮衬 只能通过自己的打拼过上好的生活 不过他们确实做到了自强不息 将来成就远大 跟着这样的男人过日子 也比较享福 属狗的男人 年轻时贪玩不已 结婚后却好像换了个人似的 他们都是理性大于感性的人 只有自己亲身经历了辛苦 才知疼爱老婆的必要性 所以很多属狗的男人 年轻时没心没肺 人也木讷单纯 但上了年纪以后会非常走心 更懂老婆 也更懂生活 因此大器晚成的不在少数 属狗的老公往往中年必发家 易改单纯好骗的个性 反而比年轻时更好学 既懂得赚钱攒钱 更懂得顾家稀才 能给老婆带来的幸福感 扶摇直上 嫁给属狗的男人 总会老来富贵 六属马的老公 生肖属马的男人赚钱的能力 其实很突出 也许在年轻的时候 这点还不能完全的体现出来 但随着阅历的增加 和人脉的不断拓展 未来他们的成就最让人羡慕 在职业发展中 他们能够站在一个高度去规划 而不是简单的每天做事拿工资 这样的男人目光比较长远 即便靠不了父母 但他们野心勃勃 自己有出息 选择这样的男人是不会吃苦的 生肖马的男人热情却单纯 天性似孩子 不像很多男人那样过于精明复杂 会玩弄女人的感情 所以他们无论和谁结婚 都会一如既往的保持自我 宁愿变得懒一点 都不会在婚后主动沾花惹草 或许属马的男人 婚前是个极其花心的男人 但婚后的他们被家顾家 有钱尽属归老婆 谁和他结婚 都能感受到满满的积极能量 因为他重启女人来的时候 是毫无下限的 做了他的老婆 就只需要管好他的嘴 管好他的胃 其他的就只剩享福了 以上运势分析只是一种参考 人生究竟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还是要靠我们实实在在的努力 只有你能够有所行动和付出 那样当好运到来就能把握 祝大家开心幸福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不要忘了点赞加关注哦 下期见